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最大的平民区里 有将近6万名居民都住在用飞木板搭乘的违章建筑里 有人还得在垃圾堆中讨生活 台湾陆主会医疗团特别选在耶诞节到这 以医疗服务作为耶诞礼物 要送给菲律宾的弱势族群 对这里的居民来说 要维持一般的生活都很困难 特别说要花钱看医生 在圣玛罗教堂活动中心的耶诞树下 排了将近1000名的平民准备接受治疗 2000年开始每年都来一次医疗 说SARS那年没有来 他们这个地区就穷的人蛮多 虽然是在马尼拉首都 所以我就想说圣诞节的时候 把我们医疗当作圣诞礼物来送给他们 所以说第一次 这16年来选 第一次在圣诞节过来 台湾陆主会医疗团为了照护这些平民 包括各科医师八名 药剂师两名 以及护理人员和志工们 全团共29人 在菲律宾最重要的节日 踏遍大马尼拉地区三个贫穷社区 及旅送岛的偏远乡村 服务近4000名的非国弱势民众 将爱心从台湾传递到菲律宾